民进党的状况不在于保台 抗中要修正 哈喽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品观点 北别说故事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故事 是大家很关心的故事 就是到底要抓战犯处决 还是要找问题解决 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 因为大家知道我曾经是国民党的 我在国民党里面也曾经被列为战犯 那么国民党在2019年到2020年 总统大选大败以后 国民党所选择的是找问题解决吗 No 不是 他选择的是找战犯处决 处决了谁呢 处决了李正浩 处决了郑佩芬 这些人都被开除了 国民党变大了吗 国民党变好了吗 国民党变得更有向心力了吗 没有啊 几场挫败就知道了 四大公投眼看要赢输了 中二选举看样子把陈博会罢免了 中二选区的立委不选又输了 所以找战犯处决明显的是没有用的 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 不断的找战犯 找这些核心的这个所谓被鼓人士来处决 那大家一定会想到说 那于北辰你了 对不起我不是被开除了 我是自己退党的 我对于青天白日 我对于中华民国有热爱 有热爱就不需要眷恋个人的未来 我要讲出真心话 讲出真正改革与正确的方向 因为我对于一中各表 九二共识 我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旗舰 我对于国民党这个方向 我是有意见的 可是我深陷在国民党党员里面 或是甚至我担任党职 我没有办法直接去忤逆上级 因为一忤逆上级就变成背骨 又变成窝离反 所以干脆我离开这个党 我勇敢的去说 用力的去讲 为的是国家 为的是中华民国 而不是各表 一中各表的问题 一中两个字没有解决 为什么各表可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去说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是中华民国 我坚持我的中华民国 这叫各表 OK 各表没有问题 但是一中呢 为什么是一中 各表OK 一中可以把它取消 不讲一中 只说各表 国民党走出来 所以国民党的问题 在于一中各表 前面两个字一中 那么我们讲到现在 闹得沸沸扬扬的 民进党的问题 民进党在2022年之后 全败大败 那么全党的检讨会 非常精彩 从第一场三重的党员检讨会 到昨天的 建坛的检讨会 300人以上参加 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跟2020年 国民党检讨会 几乎一致的情景 只是国民党检讨会 所出现的是 拿着国旗 戴着蓝色的党员帽 那么在民进党检讨会里面 我看到的是 一片绿油油的外套 但是呢 有一个共通点 从后面看去 都是白发苍苍 都是白发苍苍 我不是说不能有资深党员 而是同样的四个字出现了 不是金钟爱党 更不是这个结成报国 不是 看到的是四个字 叫一老卖老 为什么叫一老卖老呢 我在国民党开检讨会的时候 每一个举手的党员 都会先报他的行头 什么行头 我是60年的党员啊 我对国民党多么忠诚 所以国民党现在 这样子颓败 这样不团结 我觉得要开除李正浩 开除郑佩芬 就这样子 这是国民党当时我听到的 那么民进党 在昨天的剑谈金钟会 一模一样 站起来 我是超过12年 13年的党员 我对民进党是非常的忠诚 如果民进党再不开除高家瑜 不开除王世坚 再不开除何志伟 那么民进党就完了 哇 这句话 曾几何时 回到了2020年 我还在国民党的时候 一模一样 不是找问题解决 而是找战犯处决 当国民党开除了李正浩 郑佩芬 杨伟宗之后 国民党变强了吗 国民党团结了吗 没有 这不是国民党变强了 是民进党自己摔倒了 而且摔倒之后一蹶不振 所以国民党只是缓缓前进 所以先到达终点线而已 他并没有变强 那民进党的问题在哪里 他在于抗中保台的抗中两个字 我一直强调 我坚持的叫反共保台 反共是我们军人的核心价值 也是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 反对共产党 反对专政 反对共产主义 那抗中呢 抗中不是啊 抗中一直不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们的2300万人里面 有多少是从中国过来的陆配 现在变成新住民 我们有多少在中国经商的台商 他们在中国努力的帮台湾拼经济 我们的宗教文化历史都有非常深化的交流 所以没有抗中的问题 我们只有反共的问题 所以不要一昧的跟着美国说抗中抗中 其实抗中那是美国跟日本 他们所讲出的口号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跟日本之间有利益 中国跟美国之间有利益的冲突 他们不管在区域霸权 还是在经济 或是在人力 或是区域的经济整体规划 他们有他们的冲撞 那么我们有吗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 只有反共的问题 没有抗中仇中的问题 所以民进党的状况不在于保台 保台是对的 所以保台是共事 抗中要修正 所以我一直在讲 抗中要修成反共 要是反共保台 而不是抗中保台 而民进党没有去面对这部分的问题 中国有很多人 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所以你要排除这个旗舰 反共持续 但是交流我们要继续 沟通要继续 这样才可以除了 实质的国防武力 保护台湾之外 沟通柔性 还有互相的了解 那这方面是民进党政府目前欠缺的 所以不要找出战犯来处决 高嘉瑜 王世坚 还有何志伟 虽然你们都很讨厌他 所以我觉得 冷静下来 来讨论一下 到底民进党在这一次大败的状况下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核心价值 抗中保台 是不是要修正成反共保台 另外就是 有关于政策的推动 国会的协调 两岸的交流 这些政策是不是要纳入 未来 要参加2024总共大选 里面的内容修订 我们来谈一谈 王世坚跟高嘉瑜有什么不一样 这两位朋友 其实都是民进党里面 算是比较异类不一样的人 王世坚是只要对于民进党 有任何的不满 他是直接炮轰 炮轰苏贞昌 炮轰林志坚 反正只要是他觉得不正义的事情 他就炮轰 但是王世坚炮轰完以后 他面对民进党所有人的攻击 他就是讲一句话 你要处分我 我绝不辩护 也就是说 我可以没有民进党 但是我一定要说话 这就是王世坚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算是 算是条汉子 那至于高嘉瑜跟王世坚 一样他也是只要民进党做得不好 他就会不留起面的批评 找出问题 而且振振见血 但是在批评完之后 你一定会遭受到 深律群众的反感 那高嘉瑜他的做法 跟王世坚截然不同 或许是男女有别 王世坚的做法是比较刚烈 那么高嘉瑜的做法 可能就比较柔情万水一点 昨天在建坛的那一场 300人的民进党党员的 算是批斗大会里面 赖清德主持 我几乎忘记了赖清德的存在 那一场的焦点全部都在高嘉瑜身上 因为全场300多个党员 几乎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指的高嘉瑜 比出下台的动作 高嘉瑜下台 高嘉瑜退档 高嘉瑜离开 那么高嘉瑜用展现的非常非常高的EQ 就说大家不要生气 不要把身体气坏了 大家大哥大姐不要生气 可是他越这样子讲 大家越生气 高嘉瑜的目的就是 我让你们发泄一下 我让你们卸除压力 你们觉得高嘉瑜不好 我就站在这里让你骂 骂到舒服 骂到消气 骂到你开心为止 可是如果高嘉瑜在接受了 这300多个党员这种震撼教育之后 你所带来的事真的是泄除压力吗 还是让这个炮火会继续延续 后面赖清德还有很多场的说明会 高嘉瑜是不是每一场都要到 如果你真的要让全国民进党的党员 对你释怀 你就每一场都要到挨骂 每一场都要去被骂 那骂久了之后 这会变成泄压吗 还是会变成压力的增加 以后你在上节目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你的说法会改变吗 你对于民进党不对的事物 不对的方法 不对的政策 你还会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吗 如果你被党员如此的震撼教育之后 你就改变了你 这个一直以来这种重炮的风范 重炮的作为 那你就不是高嘉瑜 所以我说 高嘉瑜跟王世坚比起来 其实是有差别的 虽然两个人都很被深绿的讨厌 不过我真的觉得 如果你觉得这个党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党 经过你如此声思力竭换不回 那么你还深爱了这个党的话 我真的可以建议 不要等民进党开除你 不要等民进党处决你 自己离开 做自己 因为正义公理不会被掩盖 正义公理也不会被埋没 只是你到底你讲的 是不是你真心想要追求的正义 功力 那么未来 2024 精彩可期 不管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还是各区域的立委选举 我觉得都牵动到了 每一个政治板块的移动 那么我相信 非常瑞士的听众们 你们会找到真正支持者 那至于王世坚 高家瑜跟何志伟 这三位民进党的朋友 我还是祝福你 如果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你讲的是真心话 就坚持到底 因为摇摆不定 你绝对会被选民所唾弃 千万不要两边想讨好 因为两边讨好的结果 就是两边都讨厌你 那么今天的评观点 别别说故事 就说到这边了 大家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不要忘了订阅评观点 然后打开小铃铛 分享让更多人知道 你会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